其實我在這工作圈十年了 我覺得大家應該也多多少少對我一點了解 是我很少公開評論一些什麼事情 對那這次的事情我覺得非同小可 對那主要是我覺得能夠討論是一件好事 那無論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有偏差也好或者是有精準也好 但是不能不討論你 我覺得多多討論才能讓以前一直閉口不談的事情攀在陽光下 那我覺得釋出善意也讓受害者們知道我們 社會上還是有很多很多的善意願意承接他們 然後給大家一些安全感 對然後讓他們能夠勇敢的去面對這一些曾經的惡意 對那我覺得我們除了討論以外 就是釋出這樣子的善意跟溫援法 對於就是有孫妮兒跟網友說一怕之後可能會沒工作還是什麼 是是是是 是真的會擔心有惡心沒法生或還是 我覺得這次的事件 事關重大所以 就算是擔心沒工作好像也應該要站出來 是 是 對啦不好意思就是好像要說一些這樣的重話 但 嗯 好像難得說一次就一次就說到底吧 就是這樣 對啊 就是要站在地受害者這邊啦 其實我在這工作圈 十年了 我覺得大家應該也 多多少少對我一點了解是 我很少公開評論一些什麼事情 對那這一次的事情我覺得非同小可 對那 嗯 主要是我覺得能夠討論是一件好事嘛 那無論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嗯 有偏差也好或者是有精準也好 但是 不能不討論你 嗯 我覺得多多討論才能讓 以前一直閉口不談的事情攤在陽光下 那 我覺得釋出善意啦 也讓受害者們知道我們 社會上還是有很多很多的善意願意承接他們 然後給大家一些安全感 對然後讓他們能夠勇敢的去 去面對這一些曾經的惡意 對那我覺得我們除了討論以外 就是釋出這樣的善意跟溫柔吧 嗯 那你們對於受害者 你為什麼想要跟他們說 我就是剛剛以上 是啊 請他們不要害怕 那 走出來我們都會在旁邊前接大家 是 嗯 那對於就是有 就是女兒跟網友說 一怕之後 天后一天工作 什麼之類 是是是 是真的會擔心有這個事情發生嗎 還是 我覺得這次的事件 事關重大 所以 對 就算是擔心每工作 好像每一個要站出來 嗯 是 對啊 不好意思就是好像要說一些這樣的這種話 但 嗯 好像 難得說一次就一次就說到底吧 就是這樣 對啊 就是要站在受害者這邊啦 嗯 因為這些事情也蠻多是 我知道她是假的 嗯 那妳自己身為有信 有沒有覺得對於她的妻子哽靈的部分 嗯 那心疼還是覺得好像應該要做一個另外的措施還是 謝謝 我通常對私人關係是不多做評論 嗯 對 所以就是針對犯罪事件 嗯 我想針對的是這件事情 還有受害者的處境 對 因為 事情已經很糟糕了 所以我不希望你在 這些討論上 再帶給受害者 第二次第三次的傷害 是這樣 那 嗯 嗯 私人的事情我就不做評論了 嗯 對 因為後續還有爆發出就是有可能 那些意見細節的主要幾樣才能給受害者的公道 還是要尋求法律 我覺得那還有很多 其實我們已經有很多相關單位 嗯 就是可以協助這件事情 嗯 就是說在 嗯 在 在情緒方面 身心 在心理方面 嗯 也會有很多協助跟管道 也鼓勵大家 能夠尋求這一些 渠道 這樣 嗯 因為其實有很多人都覺得有可能會把太清這件事情 嗯 那 就會擔心呢 會不會尋求法律的途徑 也沒有辦法有一個好的 一個良善的措施 是啊 所以我覺得好的輿論很重要 是 然後我覺得媒體朋友大家的幫忙也非常非常重要 然後 嗯 寫標題的時候 寫內容的時候 我們都掌握一個 善良跟正確的焦點 我覺得是 是我們現在能做的 因為 大家也知道法律很多灰色的地帶 就是說一直 要抓 但是抓不到 那 剩下的我們就是全民監督囉 是 所以 嗯 往一個善良的地方去監督吧 是 其實大家也都想用 你藝人能影響自己的影響力去導致這件事情 是 但是也很 很為難啊 因為 呃 大家都是 大家都是在舞台上的人 然後也有自己要做的工作跟角色 所以 嗯 能做的就是 呼籲 對 嗯 辛苦 辛苦大家了 這陣子 天山人禍這麼多 又有病症 然後又有這些事情 但 我覺得不能因為害怕犯錯 所以閉口不談 對 然後還有 當然就是 我們工作上面的事情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就是今天的活動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幫我們推廣 對 就是我們非常努力工作的成果 很努力的在交成績單 所以 也希望可以帶給社會一些幫助跟善意 就這樣子 讓大家 大家辛苦了 謝謝大家